你有沒有這些問題? 還是全部中了? 可能你都很大壓力了 不知道有沒有東西吃了是可以減輕壓力的 不如問問專家 Queenie 你好 Hello Angel 你好 我有一個問題 因為我最近很煩惱 而且很大壓力 我經常聽人說吃招可以減壓 不知道是不是 一般人認為吃香蕉會開心 是因為香蕉含有很豐富的食胺酸 食胺酸可以幫助身體製造更多的血清素 血清素是一種快樂荷爾蒙 可以幫助我們穩定情緒 不過我當時不知道只吃招是沒用的 因為… 以一個生理機制角度來看 食胺酸會跟其他胺基酸一樣 作出競爭進入大腦 所以令到食胺酸吸收的份量不太多 我當然知道她說什麼 因為有研究報告說多些吸收碳水化物 才可以幫到食胺酸上腦 因為你要一定的碳水化物落肚刺激而倒素 才可以令到更多食胺酸上腦 變成快樂的寒爾蒙血清素 很感謝你Queenie 我現在發覺什麼都不用吃已經很開心了 OK 拜拜 拜拜 不過沒多久我又不太開心 所以找了梁醫師開解我 我還覺得自己很有壓力 不知道有什麼問題 你可以幫我把脈嗎 好 其實壓力大很多時候是因為乾屈氣制 會導致悶悶不樂 情緒容易波動 容易不開心的一些情況 氣屈也會影響大便的情況 因為我們說乾木會成皮肚 乾問題也會影響皮胃 所以也會影響大便 導致大便失常 出現一些邊碑或舌射的問題 同時乾氣範圍會影響到胃氣 胃脹 甚至胃痛 乳經不調也是乾屈氣制的情況 因為乾氣屈結會導致氣制血雨 食材方面白俠是一種很好的食物 因為白俠雖然不是入乾經 但亦有一個舒緩情緒和壓力的功效 塵皮也是很好的 因為塵皮疏乾、理氣、解鬱結 平時我們都可以嘗試多焗塵皮水或煮白俠這類食材 真是多謝醫師 我現在整個人都很開心 好,謝謝 謝謝 好,謝謝